星 柯文哲首場小草界面會 周日下午在台北登場 支持者西家代隽 道場相挺 柯文哲選舉時的副手 吳馨穎也有高人氣 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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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對我說什麼職位 都很任意幫助民眾黨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柯文哲帶著妻子 陳佩琪一起登場 而幕僚們也安排橋段 對她進行 靈魂拷問 有很多人說 民眾黨會泡沫 不會有下一次 請問你怎麼跟這些酸民 用一句話 我希望他們活得過久 你真的覺得 民進黨的幕僚比我們的強嗎 薪薪水一定比我們的高 當然現在要拗就說 這本來要一分錢一分後 但是我們都是物超受資 選任期間陳佩琪和柯文哲分進合集 全台夫選柯文哲最想對他說的話是 有啦 這有標準答案 你只要說我愛你就好了 抱一下 一無本公 抱一下 兩人台上晒恩愛 而最後一題由陳佩琪發問 換柯文哲笑不出來 我要問我想他已經回答我了 我就放在心裡後 陸續在臉書中跟各位分享 拜託你不要先 柯文哲苦笑求饒 畢竟陳佩琪發文爆料批籃打綠 讓他傷透腦筋 不過談到敗選柯文哲承諾檢討民調失準 大家表達歉意 因為選舉沒有成功 一定有很多原因 改進我們一定會改進 包括那個民調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 哪個地方失準 如果是不是我們要自己黨裡面 成立我們自己的那個民調的中心 柯文哲聲稱已經向黨代表發函 將花一個月時間徹底檢討 只不過報告內容是真能點到問題 還是同溫層取暖外界也盯著看 蔡樹黃丞埔和蔡王S小組 台北參觀